好直播林志穎上午开着特斯拉Model X在桃园市卢族区发生自撞事故 车子当场起大火燃烧 超跑达人同时也是中华赛车竞速竞技协会理事长陈建宏认为 这不太像是因为自动驾驶而自撞桥蹲 我们从这个影片上来看起来 我们没办法判断他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所谓的自动驾驶的设定的程序 但是基本上来讲他应该会有一个偏离航道的一个提醒 但他并没有 他是有一个突然间一个向右滑 直接就有一个撞到桥蹲的一个这样动作出来 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 他不像是有自动驾驶的一个情况 因为特斯拉的电池 他整个底盘都是一个动力电池的布局 那他的布局 他的这个底盘的位置 是在左右前轮的后端开始 那如果说他有一个骑上去动作的时候 如果一旦有撬高 让底盘就是动力电池的位置有做撞击的话 他这个外壳保护的合金 如果有破损或者凹陷 就会造成里面 这个7000多颗电池 他有16个位置 那如果接触点遭到破坏的话 有可能就会燃烧 达人也解释 因为特斯拉电池在底盘 所以林志颖发生车祸的时候 车头撬高 破坏了底盘动力电池布局 引发大火 一度难以扑灭 不过实际的车祸原因 还是要交由警销单位调查理清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